電玩界流傳一句笑話 因為老傷太弱 官方決定強化千咪 即使你沒接觸過快打 也能瞄懂 這決定有多跳痛 牛頭不對馬嘴 就是欠玩家罵 現在要來一個進化版 為了保護孩童 所以女角不能風騷 表面上蠻有道理 實際上狗屁不通 要讓小朋友更幸福 可以成立基金會 捐錢出力提供物資 扶持孤兒或貧困家庭 相信大家都會拍一拍手 給個讚 但這種直接有效的證作為 不實行 跑去看原在天邊的玩家福利 完全就是把人當白痴 就好像父母 收刮走壓碎錢 硬是要者存起來 當做日後的教育基金 你吃了個大門虧 還得跟他說謝謝 難怪現在這麼多人搞贏通關 他們的理由就是 為了支持遊戲產業 所以影片 看過就當作玩過 玩家神邏輯 對付廠商大歪理 以爆自爆 真的是大快人心 以前本人 都會請大家支持正版 讓電玩界好好發展 現在突然覺得 嘴炮用戶才是先知啊 沒錯 遊戲看別人玩就好了 這種過河拆巧 穿上褲子不任人的廠商 活該倒一倒 常言道 格鬥靠是愛 輕鬆自在 把末世騎士山的難度調簡單後 果然是過關斬將 刷刷刷刷刷刷 以下就拿到全部的能力 誒 那騙子的評價有回生嗎 朋友啊 遊戲難不難 跟它好不好玩 完全是兩回事 黑色沙漠可以輕鬆掛 也不會因此變神作啊 末世騎士山就像小孩爬大山 他的理念與設計 完全是南緣北側 既然故意讓玩家長堂死 必須重複挑戰 再開的讀取速度 應該就好快 卡 超龜速的 掛掉就已經很不爽了 還要在那邊慢慢等 好啊 每一場戰鬥 都是驚心動魄的決戰 那就要提供方便的視角 讓玩家能掌握大局 啊 英文距離看不出來 總是會控 錯失良機 弄出超大地圖 暗藏許多要素 是不是 主路線要迷 小密到 再讓有空的人去探索 無奈啊 想自從頭目 也會鬼打槍 主角全副武裝 才不會誤化女性 沒有Service能看 那就拿豐富的內容 回饋買片的支持者啊 只有滿滿的不愉快而已 魔士騎士3的問題 就在於遊戲體驗太差 玩家感受不到有什麼誘因 能讓他們一再去承受卡關的折磨 同樣的道理啊 為了保護孩童 所以女角不能風騷 玩家買遊戲是圖個爽快 又不是想要維持世界而平 想當社人 廠商自己去當啊 憑什麼要偷大家一起下水 餐廳有人吃素 其他客人就不能開婚了 想知道什麼叫矛盾 來買 魔士騎士3 就對了 然後玩家有完全不愉快 使用電子